很多时候我都会羡慕那些叫人的减肥的家伙们 相对我来说他们至少有肥可减 但是我的肥却减不了 我是一个400多斤的大胖子 别说减肥了 我就连走起路来都很费劲 有时候我在想 假如我能再瘦一点该多好呀 至少我可以拍着朋友的肩膀 去街边的小堂炉养入窗 好吧好吧 我知道这些都是奢望 别说养入窗了 我就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我不敢出门 我害怕来些异样的眼光 整整一天 我都千篇一律的做着同样的事情 做手工 看电视 然后睡觉 肥盘带给我不单单的只是肥盘 还有自卑和孤独 幸好的是我还有一个妹妹 妹妹每过一段时间 都会带着妹佛过来看我一次 我知道妹妹其实并不想见到我 她老是一年厌恶的样子 就好像来看望我是被迫例行公事一样 不过还好的是 我的这个妹佛倒是挺喜欢我的 她会开心的把自己的照片分享给我观看 我和妹佛讨论的很开心 但是作为其婉颜的她 还是在催促中不甘的离去了 望着他们消失的背影 一切又重归了季节 这无趣又孤独的生活 让我寻不到一丝快乐 日子就这么过了几天 日复一日毫无神迹 直到有一天 我恰好从船底的杂货里 放出了一个成就的相机 这小小的玩意提起了我的兴趣 我又想起了曾经还有一卷胶卷还未洗出来 于是我决定我要亲自去一趟照相馆 肥盘的身躯让我行走的每一步都极其艰难 我吃力地挪着步子 在路上我还看到了一群孩子正在快乐地踢着球 当我路过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停了下来 然后惊讶地看着我 终于我来到了照相馆 在照相馆里坐着是一个沉浸在漫画里的男孩 男孩叫宝罗 不过我喜欢叫他小明 小明其实也是一个孤单的人 他被迫一个人看守冷清的小店 用音乐和漫画打发时间 说话风趣 装扮又张扬 可见他内心也是想被关注的 过一会儿小明就将我的旧照片洗了出来 我也因此心情大好 还买了一台新的照相机 直到傍晚我才回到了家 一到第二天 我就迫不及待地摆动自己的相机 但是还没玩过瘾 相机就出现了问题 我只好又主动联系了小明 小明这个臭小子 一开始还不承认挂了我的电话 到了晚上 可能是他内心愧疚 又主动找上门来修理 虽然期间我们的交谈都很少 但是彼此之间也有了最开始的交集 没过多久 妹妹和妹夫又过来看望我了 我拿出洗漱来的照片 三个人都开心地回忆起了曾经 这却让我往上有点失落 我想起了以前妈妈还没有去世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暗恋着以前的一个同事 但是我是如此的肥胖 别说爱情了 就连朋友都是奢望 但是就是我这样一个人 却成为了小明的朋友 小明从那次以后 就经常到我家做客 我们两个都是孤独的梦葫芦 有时候一做就是一天 看着电视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我们慢慢了解了她的漫画书 又让她和妹夫认识了 我们三个逗逼就好像心心相惜一样 粘在一起的频率也高了很多 慢慢的我好像找回了自信 我还决定拜托旅游社带我去海边拍照 但是看到我肥胖的身躯的小妹 马上就拒绝了我 对生活燃起了激情的我决定徒步而行 但是我的心脏病却让我躺在了医院 原来肥胖也导致了我心脏负担太大 这就更加无法让我通过运动减肥了 医生又叮嘱我不能结实 肥胖从一开始就变得毫无可能 住进了医院以后 妹妹也没有曾经的抱怨 一心一意的守着我 小明和妹夫还一起陪着我唱起了歌 他们看我拍的照片纷纷的赞扬了起来 在临近出院的时候 小明和妹夫决定开着车送我到大海边 我躺在小卡车的载物箱上 微风拂过我的脸颊 我们三个人站在大海边 等待着夜色降临 我们将记录一天最美好的开设 将日出拍摄在相机里 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行走距离这部电影剧情很简单 却让我思考了很多很多 我想没有人是真正的十全十美 我们有时候为了自己的缺陷而感到自卑 甚至不敢面对生活 或许你矮或许你肥胖 或许你没有钱或许你长得难看 但是你要是总是活在自己的缺陷中 就会一直自卑下去 到头来什么都做不好 一天到晚也活得很不开心 找到自己的兴趣和优点 并从其中获得快乐 这样人生才会变得更有趣 不是吗 希望那些被自己缺陷困扰而自卑的人 能够早日走出阴影 变得快乐变得自信 那么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下次我换个身份再和大家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